我們請看圈有SIS 樂韻姐妹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SIS 我是姐姐樂華 我是妹妹樂韻 是 今天大家的打扮仍然很合適 平時去街上是不是都是這樣合適的呢 兩姐妹 不是的 不是的 這些工作服 不如我們明天穿好一點 也要告訴大家 你們很勤奮的 做了功課 帶了一些紙巾來 對 姐姐是一個老師 但她同事也是一個學生 對 對 樂韻是把一首歌的資料都打了 其實因為不是勤奮的 有時是紙巾之間 可能回到家裡再想想 其實可以更豐富一點 對 所以可能做了一張紙 就可以回答得更全面一點 對 這個跟自己的性格有關 可能也是 本身樂韻是喜歡一些東西 準備得很好 就是很有條理那種 是嗎 是的 是嗎 是嗎 對 很有條理 她在工作方面很有條理 例如我明天的生活是怎樣的 我就會問 姐姐明天我們怎樣的 姐姐就會說一次出來給我聽 我自己就組織不了 其實在樂韻姐妹裡面 姐姐是負責維持秩序的 對 她是風紀對手 阿妹也是真的做回阿妹的角色 有姐姐就完成了 對 有姐姐真的很好 在工作上也是分工合作 譬如寫歌 大家都會貢獻 這首主打歌就是阿妹寫的 對 樂韻寫的 對 這首歌我作曲填詞 因為我自己在生日的時候 就想起 究竟我今年做過什麼 然後就想起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生日的時候 真的很無憂無慮 只想起我六月生日 經常會覺得 我生日會不會有人來 因為大家都準備考試 對 考試 我們覺得考試 真的很辛苦 但是帶我出來工作 就會發現 那些真是小意思 對 那這首新歌 《So Fa Mirado》 對 仍然是樂韻姐妹那種 很健康 很正氣 算是清新風格那種 繼續做這種音樂最舒服 屬於你們 對 尤其是這首歌 《So Fa Mirado》 是最簡單的唱名 在《So Fa Mirado》 無論你用什麼鍵 都會用回《Do We Mi Fa So Mirado》 五個最基本的音界 所以我們也希望 我們生活上遇到任何 很複雜的事情也好 都用最簡單的心意去面對 用正能量去面對所有事情 來吧 是在《Cla performances》 一年へ 落到後 全是整晚的照片 全是快樂的照片 全是快樂的照片 全是人光 全是早養 全是影席 全是不宴 全是快樂的樣子 全是情郎 全是想愛後 可以得到煩忘 平時天天作莫插 全地球人多寶壞 黑雙捧著白雲有著青空不遂陣離街 真想Have a little try 隨靈魂想出賣 So far me re go 何必太界外 彈見卡得求與花花花 改這首歌名也是希望一切 回到一些簡單的東西 不要搞那麼多那麼複雜的東西 是的 姐姐預備了什麼給我們介紹 其實錄這首歌的時候也挺有趣的 因為浪姊妹其實也想貫徹以前的風格 就是比較多和音的 比起其他歌手 所以在想和音的時候 想一些有趣的東西 尤其是在我們有一句歌詞 也是唱So far me re do 但其實我們是用So far me re do 的歌詞 來唱一些低三度或高三度的東西 是有精神分裂的 是的 而且我們本身已經知道 So far me re do 的音階是怎樣排列 但當她要唱 下了半度 你就會覺得究竟是什麼 這些就交給姐姐了 哈哈 其實也想真的做一個你們的特色 音樂上的特色 就是你們兩個的合聲 還有主音和和音之間的不同的編排 就是SIS的其中一個特色 是的 還有我們的歌詞也很有趣的 也是維持一貫的有趣就可以了 地球人光魔懷 是的 沒錯 是 暫時仍然是有趣的風格 是的 哈哈哈 雖然大家不要以為他們真的十四五歲 其實兩個都已經二次頭了 是的 已經二次了 已經三次了 出來工作就已經一段時間了 是的 鼓勵大家無論多少歲也好 都是用回我們小時候那種 大無謂的精神去面對 勇於冒險 勇於挑戰自己 是一件好事來的 什麼也不講 什麼也不講 也試過太難 休假陽天無需公幹 神情便會死痛 每天要翻空 也此事想探 開幾次會誰都知我精神被見開頭 哪怕我這一天 悲傷難過也討厭 難得可以回首一片 誰料到哪樣發生 願意 願意 每一時陽光 清晰 景色有傳 快樂讓女一時情願 相愛很可憐 得到快樂 即使天天天天 不清地球的發波階 很想抱住白難 隔著經驗不需真理解 只想Have a little try 誰用愛想出賣 送花點理由 何變太介壞 彈結他 低調愈返返 原來也是陽光 請即應即有處起快樂 若每日是晴朗 相愛好可而不倒拍攝 即使天不妄想 地球也不妄懷 可想破著白雲 擁著青空不遂陣離架 真想太悲哩一彩 全靈幻想出埋 手下滅越來越來越太快 但結他不求愉快 即永遠都可以有那個童心 是的 其實裡面的歌詞就是 無辜的我 無私的念 全部都是快樂的照片 其實覺得很美好的 看上去 事實上出來工作幾年的時間 那個感觸在哪裡呢? 會不會真的覺得 無辜和無私都有點被洗賊的感覺 會的 現在不可以無辜和無私 有很多事情 例如 老闆問你明不明白的時候 如果你不明白 一定要說 即是你不可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就算了 我們現在要做好一件事 而不是做到就算了 以前學生的時候沒有那麼多包袱 你做功課也是這樣 做到就行了 我交到就行了 對 姐姐就是一個 現在是反對我 對 姐姐從小開始已經覺得 我們要做好 所以現在大國所責任感會增加了 即是有些人誤會你們是孫生 是的 其實不是的 就是差一兩年 年齡 差一年齡 但其實確實性格方面是真的有些分別的 差很遠的 差很遠的 對 我有很多話說的 姐姐是真的淡定成熟很多的 對 我不淡定的 不是 她那種驚慌 就是身為內心守住 任常驚慌 對 但她一上台就會很淡定 所以有姐姐在那裡 我也會很淡定 那種性格是三歲還是八十 與生俱來 但我有時候也會是一個小小的缺點 因為以前你會覺得很多東西可以控制到 我們自己編排溫習的時間 編排放的活動 但現在大過了 譬如我們出歌 有時候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歌 但什麼時候會出呢 可能就要跟我們公司的同事聊 這些未必是我們自己控制到 可能也要看回那個市場 相對來說 阿妹真的好像比較容易一點 你比較容易得到的事情 我會比較跳脫一點 例如今天本來想去街頭 突然之間不去也無所謂 我是比較容易收拾 你比較穩密一點 對 姐姐比較喜歡很多東西有規律 有預算 對 但我覺得進入了你一行 反而是 我一定沒有阿妹那麼穩密 但也多了那個穩密 對 她的適應力很強 學習的適應力和彈性 對 厲害 姐姐 好 我挑選其實 太好 好 適應 我就是 這麼能給我們 你看 我看 我送給你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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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心感觉感众